模样不平静的还有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今天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阿拉伯媒体指出 出事的是一辆军用巴士 经过一座桥的时候 疑似安装在路边的两枚炸弹引爆 把巴士炸毁 车上的士兵至少有13人被炸死 叙利亚陆军工程师 紧急拆除附近的第三枚炸弹 叙利亚官方已经把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